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你知道上帝的能力是怎么透过人的软弱彰显出来呢? 怎么在你问题、苦难、无奈中看见他的荣耀和作为呢? 许多信徒遇到问题、软弱、灰心、犯罪的时候 不能看见和经历上帝的作为 这是因为还在依靠和夸耀自己的上行和感受 而不是基督 当然人的肉体一定会有惧怕、难处、无能、消极、软弱、犯罪的观景 但是不管有多么不舒服和糟糕的感受 甚至我们的情感意志没有力量的时候 上帝一直在我们身上动起上弓 所以我们先要清楚认识 基督十字架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软弱 来彰显他的荣耀与作为呢? 就是通过基督带着他的神性和人性来到地上了 基督的神性告诉我们 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 在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六节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基督是本有神的形象 他是从永恒的国度、从君王的身份来到地上 所以其实他随时都能超出万有、行出神迹 也认知人的心怀意念 虽然主耶稣的身上是尊贵、是有能力 是与神同等的 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他乃是看见父做什么,他才做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主耶稣说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主基督不需要坏掉自己是与神同等 他是以顺服神的心 目的是让人认知上帝的神性 各位,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 不需要向人证明自己是对的 也不需要证明自己能做到什么 更不需要给上帝做什么 因为上帝自己会证明自己 他的作为是超出人所能做的 超出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 所以我们凡事上若遇到什么事 我们乃是将主权放在全知 全在全能的主 爱我们的主会亲自向我们写明更大的事 那基督的人性告诉我们什么呢? 基督的人性告诉我们 他的替代、体恤和代道 基督道成肉身虽然是带有全然的神性 但是他也会哭、会笑、会生气 他也受过试探和身体上的限制 然后替代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主的替代 所以他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这样他才能为我们代求 在西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他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唯要得脸序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其实主复活之后 也是永远带着这忍性坐在宝座上 一直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 若你在遭受人的轻抗和批评 工作和学业上的失败 或者还有一些不能胜过的软弱 要知道因为他体恤你 在你没有能力的时候 他的爱没有因此与你隔绝 他乃在为你代求 唯要向你显明 他万事互相效力的作为 就算你现在不能马上得到答案 主会在他的时间表里 向你显明他的道是真的 基督的人性除了告诉你 他的替代体恤和代求 更重要的是 叫你破碎自己 而轻看地上暂时的苦楚 唯要你得到连续恩惠和他天使的帮助 这就是主的作为了 若我们在苦楚中 要知道都是要显明主的荣耀和作为在我们身上 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地方了 因为基督的神性和忍性 叫我们明白全被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叫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自尊心 叫我没有办法说自己是没有罪的 也叫我没有办法说自己能了 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情况不能过关的地方 我们要想起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这样我们才会在凡事有正确的眼光 比如在你的卑微的情况里有基督尊贵的身份 在你的软弱里有基督的爱与恩典 在你的破碎里有基督的怜悯与安慰 在你的苦难里有基督福音的荣耀 所以遇到的卑微、软弱、破碎、苦难的情况 真的叫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能够夸什么的 因为基督救赎我们 他能拯救我们软弱的情感、意志、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的感受或有限的想法 我们乃要相信主拯救而高举他 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 一生要仰望和活出基督的神性和本性 圣灵的感动的工作 必定在我们心灵里面运行 各位,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软弱、无助、灰心时 更加不要靠自己 那个时候更是要通过主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来活 之后你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和作为 如何通过你的软弱、问题、无能力被彰显出来 但愿今天的分享不是成为我们的知识 也不是要我们马上能够做到 乃是成为我们认识基督十字架的确据和祷告了 祝福大家